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故事开始 终极游戏即将开始 红衣人用扔硬币来决定两人的游戏角色 可以说是真的很任性了 这也太草率了吧 大琪选择了三角图案 给他成功猜中了 大琪将作为攻击者出战 而上右则作为防守者 也不知道两人会有着怎样的表现 两人要玩的是鱿鱼游戏 看台上的嘉宾对这个游戏很感兴趣 黑衣男给他解释 这是韩国小朋友 喜欢玩的一款经典游戏 能在这个游戏中获得胜利 有三种情况 一是大琪能突破上右的包围圈 成功站在鱿鱼头部 二是上右作为防守者 能把大琪推出戒外 三是两方中的其中一方 无法再进行游戏 而第三种情况 是指失败的那方死亡的情况 这看来将是一场恶斗 贵宾们对即将开始游戏期待万分 这是小朋友游戏中最暴力的一种 任何形式的暴力都可以 参赛双方各就各位 不得不说 这游戏真的是有点变态了 而对这个游戏期待满满的嘉宾们 也不是什么好人 大琪把鞋带系得紧紧的 这盘得发挥浑身限数 把上右搞死 不然大琪心里那口气就出不来 他趁着系鞋带的时候 偷偷抓了把沙土 看来大琪已经有对策了 也是铁了心要杀上右 大琪要开始攻击了 他单腿跳到了上右的身边 这是游戏中对攻击者设定的条件 应该说游戏的设计者太会响了吗 还是说大琪太有主意了 他趁着上右不注意 把沙子扔到他脸上 上右一下子眼睛都睁不开了 大琪轻轻松松的穿过了鱿鱼腰线 现在他可以双脚活动了 接下来的环节才是至关重要的 大琪即将跟上右硬碰硬 谁生谁死 就看现在了 这时 天上下起了雨 给残酷的游戏增加点气氛 该说这雨下得太是时候了吗 看台上的中国贵宾引起了尸 引得外国人连声称赞 大琪对上右把小兰杀了 仍旧生气得不得了 毕竟他觉得小兰还是有机会活下来的 上右说 那个女孩都要死了 一刀结束她的生命 还是帮了她 上右真的是会给自己找借口啊 大琪早就知道上右内心的小九九 她不过是害怕 大琪会连同小兰一起放弃比赛 这样游戏也就终结 上右拿不到钱了 为了钱 上右真的是什么都能干了 上右不知道 当初没如果小兰拦着 她早就被大琪杀了 去天庭见佛祖了 反而是小兰被上右杀了 大琪决心杀了这个丧心病狂的混蛋 为小兰报仇 两人开始拿刀要来互捅了 一番打斗后 两人的刀都掉了 直接上手打吧 大琪差点被推出界外 她一个灵活的转身 又回来了 上右开始发疯了 两人越打越无章法 你给我一拳 我还你所侯大法 扭打在一起 这打架方式也是绝了 上右试图把大琪推出去 总是没有成功 大琪状态来了 给了上右一套组合拳 上右抓起地上的刀子 把大琪的大腿肚子各捅了一刀 大琪被打趴在地上 上右不再顾念往日的情谊 想给大琪致命一击 大琪拿手挡住了 刀子刺穿了她的手掌 大琪转头狠狠咬了上右的脚腕 把上右疼得躺在地上叫唤 大琪抓到机会 朝上右发泄着心中的怒火 往他的脸打了一拳又一拳 上右几乎快晕了过去 大琪拔出手上的刀 往上右扎了过去 但是大琪终究没忍心 他的刀落在了上右脸旁边 大琪终究还是善良的 还有一丝做人的比现在 胜负已经十分明显 大琪离胜利只有一步之遥 这时他却说要弃拳 也许是不想让上右死吧 毕竟两人是从小到大的朋友 按照游戏规则 只要他跟上右都选择弃权 游戏就能终止 此时贵宾席一阵骚乱 竟有如此是奖金如粪土的人 嘉宾们都表示震惊 大琪跟上右说要一起回家 上右犹豫了一下 突然拿起刀 自中了自己的脖子 临终前他希望大琪拿着这些钱照顾老妈 大琪悲痛万分 明明上右还可以活下来的 为了奖金 终是选择了另一条路 游戏已经结束 奖金也已经名花有主 贵宾视野人却楼空 黑衣男举杯 给蒙着眼的大琪道贺 大琪问他 为什么搞这种惨无人道的游戏 黑衣男表示 参赛者就像赛场的马 而大琪是当中的黑马 让人一想不到 之后黑衣男把大琪弄晕 扔在了马路边 醒来的大琪拿着银行卡去取钱 他试着取了一万元 余额真的有四百多亿那么多 大琪整个人呆住了 长这么大 还没见过这么多钱 大琪从地狱爬了出来 他失魂落魄地往家里走 上右妈叫住了他 眼见大琪一身狼狈 上右妈热心地给大琪送了鱼 还说 这两天没见大琪妈出来摆摊 很担心 大琪想付钱给他 上右妈不肯收 毕竟大琪家里什么状况 自己也是清楚的 怎么能要他的钱呢 上右妈问大琪 最近有没有联系过上右 大琪不敢回答 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之后大琪回了家 家里一片冷冷清清 大琪妈已经死在了家里 大琪试图叫醒老妈 说已经赚钱回来 能给他看病了 可是无力回天 人死不能复生 大琪终究是晚了一步 随后紧紧地抱住了老妈 一年的时间过去了 大琪比没钱的时候更落魄了 银行负责人跟大琪见面 大琪的巨款放在银行里 一直没动过 负责人想给大琪提供高级理财服务 被大琪断然拒绝 大琪要离开时 甚至跟负责人借了一万块 估计负责人心里也是猛的 他这么有钱 还和自己借钱 想不通啊 大琪拿着借来的钱买了酒 他在河边喝得鸣顶大醉 这一年口袋是有钱了 可是他一分都不敢花 因为大琪认为 这钱已经沾上了小蓝和尚又的血 这钱花着不安心 卖花的大妈前来推销 大琪同情他 于是买了一朵 花上带着卡片 大琪打开一看 又是游戏公司的名片 背面有邀请大琪见面的信息 是由纲部发出的 大琪觉得不可置信 他的纲部就是一号的那个老头 可是老头不是已经死了吗 怎么会还能给自己传递消息 为了解开这个迷惑 于是大琪前往目的地 此时老头带着呼吸机躺在床上 这人竟然还活着 大琪问老头究竟是什么身份 老头没有回答 他指着楼下的流浪汉 说这人已经在街头躺了好几个小时 都快冻死了 然而街头人来人往的 就是没人愿意帮助他 大琪这下改名过来了 这一切都是老头策划的 不然他不可能这么淡定 还入无其事地说着其他 大琪火冒三丈 他质问老头 怎么能策划这种变态游戏 最后还让他一个人活了下来 老头说要跟大琪打个赌 如果午夜前 仍然没人帮助这个流浪汉 就算老头赢 如果结果相反 则是大琪赢 大琪这回哪里还有这个心情 他都快气得心脏病发了 大琪抓住老头的衣领 要他回答 老头说 如果大琪不跟他玩 就永远不会把理由告诉他 时间里午夜还有不到半个小时 为了弄清背后的真相 大琪答应 最后再来一盘 他说 如果老头输了 一定会死在他的手上 大琪赌上了人生所有 反正自己已经一无所有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大琪好奇 老头到底是什么人 老头说 自己是个资本家 真名如同之前跟大琪说的 就叫吴亦南 脑中也的确有颗肿瘤 曾经也和老婆孩子住过游戏中 那些就像弄的房子 这时 楼下有个黄毛网流浪汉靠了过去 大琪紧张地关心这人是不是来帮忙的 然而没过多久 人就走了 大琪有些失望 老头问大琪 经过地狱的洗礼 是否还相信人性 大琪没有回答 也许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大琪不知道老头为什么突然找上门 老头说 是因为知道奖金 大琪动都没动过 他让大琪不用有罪恶感 那钱是靠他的努力和运气赚来的 人生苦短 要及时享受才是 大琪实在搞不懂老头 有钱你想享受就是去享受就好了 把一堆人拉过来 互相残杀 是几个意思 老头说 这你就不懂了 富人和穷人的共同点 就是生活无趣 不同于穷人 因为没钱过日子 而生无可恋 那些吃得用的 都花不了富人几个铜板 他们想要多少有多少 时间久了 富人就觉得很无聊 所以才特意搞点乐子出来 好打发这无聊的人生 大琪没想到 他们就是富人眼中的玩物 这些富人是有多变态 大琪的三观被毁了 毕竟 他从不知道 富人竟会是这样的心态 老头说 自己亲自参加游戏 也是为了好玩 小时候跟小朋友 一起玩乐的心情 还想再体会一次 老头的心思 真是够让人无语的 老头对大琪表示感谢 说大琪让他最后一次 游戏玩得很尽兴 把童年的美好 都回忆了起来 如果老头不是选择 这样的方式 那应该是不 很好的纪念了 老头刚说完 午夜时间也快到了 这时一辆警车开了过来 黄毛原来是去找警察了 看来世上还是有好人的 大琪心雷万分 大琪成功赢得了这次的打赌 然而 他回头想告诉老头时 老头已经咽了气 黑衣男发现老板挂了 心如止水 当初老头让黑衣男负责接待 也是觉得让黑衣男旁观 不让他去参与更有趣 要不是这个死老头 黑衣男也不用对亲弟弟开枪 结果弟弟死了 现在老头也死了 什么都没有了 大琪来理发店整理下形象 他要么就不搞 要搞就搞个最前卫的 他弄了个红色短发 走在街上 绝对是最亮眼的仔 这是必须的呀 大琪跑去修道院 把小兰弟弟接了出来 寄养在了上佑妈那里 大琪终归还是圆了小兰的心愿 大琪说自己要出远门 把行李和孩子留给了他 大琪走了 上佑妈热情地给孩子拿吃的 她看见孩子大冬天穿得太单薄了 于是上佑妈想打开行李箱 拿点衣服 没成想里面都是钱 把上佑妈给震惊的 大琪给留了纸条 说这是以前跟上佑借的钱 上佑妈一时间不知所措 也有些分辨不出 大琪话里的真假 喜欢节目的观众老爷们 请点赞关注吧 可以第一时间看到更新哦